烏克蘭危機 這個是我們這個禮拜 以及接下來可能要看到的主題 那大家不用太擔心 因為烏克蘭模式 中共沒辦法照搬 中共必須用它自己的模式 來處理台灣 它想吃下台灣 我們都知道 但是方式肯定不是搬烏克蘭模式 因為中共怎麼可能先去承認 這個分離主義的 台灣是獨立的 它先去承認 不過它有點像是超以前 因為192030年代的時候 它鼓勵台灣獨立 當時反而是老講在這邊說 不可以台灣獨立 那個道理很簡單 跟這一次一樣 就是說它不在我的地盤 我先鼓勵它獨立 將來之後再把它拿過來 是這個過渡 可是現在一樣 台灣在美國的地盤裡面 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盤裡面 所以它理論上 它應該鼓勵台灣先獨立 獨立完了之後 大家建交和平來往 就像東德模式 兩德統一 總而言之 烏克蘭給我們的啟示 是美國前國務卿 那個積極反共的國務卿 龐貝奧來台灣訪問 你就烏克蘭危機期間 美國讓重量級的訪客來台灣 你就可以了解 到底美國會不會因為烏克蘭危機 反而去分心 這個漏了台灣 不會嘛 所以台灣要自己有信心 沒有什麼說今天的烏克蘭 是明天的台灣這種事情 沒有這種事情 是 一分鐘總結 我們請桑普 烏冬局勢是今天我們談論的主要題目 那我們看到這個情況是 怪罪於美國本身的軟弱 但是我認為這個危機 可能也在停在這個地方 不會有眾生發展 那中共當得了第三人 但是孤立的第三人 不是快樂的第三人 那台灣也不會成為一個什麼 近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的情況 台灣基本上是昂首挺立 不用過度憂慮 那同時我們也藉這個機會 能夠呼籲大家呢 有很多的好的電影最近看 因為2月25號有時代革命 可以供應了 有很多包藏 也有些不包藏的也可以去看 這個買電影在全台 基本上各大縣市 都可以有電影院可以放 那另外一部叫沉默的呼聲 那這個我覺得是非常的好的電影 也是講中共怎麼去 把一些知識人去折磨 很多事情可以看得到 那4月有一部 跟香港有關的少年這一部 很舒適電影去放映 所以希望大家把電影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也把我們的政治跟生活緊密的扣連在一起 這個才是我們人生的一個非常好的一種想念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呢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呢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